运动与大脑的科学为什么要定期的运动 黄奇钦医师编译 目前的研究证实了定期锻炼和大脑功能变得更好之间有相互联系 每天只需30到45分钟的运动就足以引发一系列有助于保存记忆的好处 以下五种锻炼方式可以帮助你提高认知能力 一、运动增加了海马回的大小 大脑中负责学习和语言记忆的区域被称为海马回 当在运动时,海马体回肌会增加与生长 海马回中的神经元变得更密集 该区域的联通性通过你的身体活动得到加强 海马回是大脑中第一个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得迟钝的区域 定期锻炼有助于保持它的锐利 保护它免受正常的与年龄有关的衰退 锻炼也会增加这个记忆和学习中心的活动 仅仅10分钟的轻度到中度的运动就足以加强神经元和大脑记忆集中区域之间的联系 二、锻炼可以减少一只大脑的压力荷尔蒙 如果你感到压力,你的大脑也会感到压力 锻炼是放松大脑的有力工具 当担心和焦虑时,身体活动会减少你大脑中积累的压力荷尔蒙 特别是皮质醇和剧甲肾上腺素 太多的压力荷尔蒙会让你感觉迟钝,导致脑污 持续性的压力、慢性压力甚至会降低认知能力 同时削弱脑力 现在有许多人知道 散步或慢跑可以减轻身心的压力 通过计划有规律的锻炼来摆脱压力的阴霾 运动后大脑释放的内肺态清除了压力荷尔蒙 改善了你的情绪 运动和内肺态也会刺激海马回的生长 正如在上面学到的 大脑和身体需要锻炼来放松 清晰的思考,通过定期锻炼来改善你的心情 3.锻炼有助于睡眠 锻炼提高思维能力的另一种方式是帮助你在晚上睡得好 每天挑战自己的身体会让你更容易入睡 它会让你在第二天早上感觉精力充沛 充满活力 安稳的睡眠也能提高大脑的清晰度和执行功能 你需要良好的睡眠来集中注意力 做出决定,处理好自己的情绪 它为我们的大脑提供了非常需要的休息时间 让它为新的一天做好准备 即使你的大脑在睡觉时仍然在工作 好好睡一觉之后 你的大脑就会充满能量 认知能力得到提高 记忆力得到加强 为了拥有好的睡眠和大脑的力量 开始锻炼吧 4.有氧运动激发生长因子的释放 你的记忆依赖于大脑深处的神经通路和连接 一种叫做生长因子的蛋白质 是大脑建立新联系和巩固就联系所必须的 幸运的是 有规律的锻炼是增加大脑中生长因子数量的简单方法 如果想帮助自己的大脑成长并获得所需的血液和营养 那就开始行动吧 只要运动 BDNF的水平就会增加 哪怕只是几分钟 这意味着只需要几分钟的活动 就能给你的大脑提供支持 5.有规律的运动 可以减缓大脑的衰老 变老并不意味着大脑要慢下来 现在就可以采取一些生活方式的措施来保持记忆力和思维敏捷 有规律的锻炼习惯可以帮助自己 到年纪大的时候仍然可以保持一个健康的大脑 一项关于记忆和运动之间关系的研究 表明在年轻时经常锻炼的人到老的时候 在记忆和认知技能测试中的表现 由于同龄人 他们的分数与比他们小十岁的考生最接近 因为自己觉得自己有多了 那就有多了 所以在自己的一生中 把有规律的锻炼作为首要任务 可以让你的身心保持年轻 选择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 对大脑健康都有好处 使大脑茁壮成长所需要的锻炼并不太挑剔 所要做的就是加速血液循环 开始看到改善 就像上面提到的 运动对大脑的好处来自于增加大脑区域的血液流动 甚至不需要全力以赴 就可以让自己的大脑看到好处 像瑜伽 太极和其他低强度的运动可以磨练自己的注意力 同时降低压力水平 多种多样的运动对身体和大脑都有好处 运动的目标应该是发展多方面的锻炼 包括力量训练 平衡 低强度运动和有氧运动 运动是要实际行动 定期进行体育锻炼 可以保护大脑使身体更加的健康 每天锻炼就可以注意我们的大脑跟著改变 会更加的清晰